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以家庭为纽带的这样一个联系来建立起来的 那么在国家机关在工厂里面 它可以说是完全是按现代国家的这样一个形式建立起来 那么这样一套系统 它实际上是中国管理农村的一个方法 因为你在刚开始的时候 你是没办法把农民 你要找到一个解放的方法 你只有在当时 就是在现有的基础上 只能采取这样一种方法 你是不能完全把它一下子冲散 因为它有一个传统的这样一个习惯 有一个传统的这样一个习惯 简单来说 比方说我们现在 我们说很多这个 我们市场经济的发展 把农民工从这个 有农民工叫做把从农村解放出来了 但是呢 怎么去安置他们呢 就是怎么让他们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呢 其实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 最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实际上这种管理体制 我们都要做一个很具体的分析 很具体的分析 你比方在西方社会 它可能不存在这个问题 它随着这个工业革命的发生 特别是这个资本主义发展前这个早期阶段 它已经进行了这样一个 进行了一个就是商品经济的这样一个 就是说对这个农民的农民的这样一个剥夺 在那个时期啊 它已经通过它的这个资本的原始积累而完成的 但是在我们这个地方呢 它也不可能采取这种原始积累的方式 来完成你对这个农民的这样一个改造 不能通过这个剥夺农民的方式来改造 那么你要通过什么方式 所以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呢 就是说温格斯的这样一个思想呢 既有它的这样一个共性特征 同时也有它的这个个性的这样一个特征 那么这个个性的特征呢 也是需要我们来分析的 不能够简单的这样一个套用 简单套用 那么这是我们从当中啊 联系的所得出来的这样一个结论 也是我们现在分析中国社会啊 转型所要思考的问题 转型所要思考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 当然这个转型所需要的问题啊 我就提示一下 我们不能 当然要做这个生产资料啊 就是说生产资料的生产 物质资料的生产 这个方面的分析 但是呢我们同时也可以从家庭的演变上啊 或者把那两者结合起来啊 来进行分析 来进行分析 这是一个分析的思路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看一看就是讲的 就是温格斯对历史规律的这样一个研究 历史规律的研究 在这个历史规律的研究上呢 温格斯主要的是在三个方面 他的贡献在三个方面 一个呢是对人类历史发展这个运动啊 作为一个新的研究 新的研究 第二个呢是揭示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关系 第三个呢就考察了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 那么这三个问题啊 我们可以看到和马克思他们 他和马克思早期的维吾史观的一个 有一个区别啊 一个转向 如果我们把它总体上分析的话 就是在早期的时候 马克思恒格斯的维吾史观呢 主要的认述的是什么呢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是吧 主要是认述 因为当时在这个资本主义 刚刚这个机器生产 机器生产的这样一个发展 那么呢就是那个时候呢 正是资本主义啊 要反抗这个封建主义 要摧毁 通过他的经济力量 摧毁这个资产 封建的这样一个 最后的他的这个权力机构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啊 马克思恒格斯很强调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就是说你资本主义的经济 这个变化了 发展起来 强大起来了 特别是这个机器生产时 它强大起来了 那么相应的 它要有这个自己的 这样一个国家形式 要有一个国家形式 那也就是说国家要从什么呢 政治国家过渡到现代国家 就是和这个经济相适应的 这样一个现代国家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马克思恒格斯特别强调 经济接触决定上层建筑 即使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认识了生产关系 认识了这个上层建筑的 就是说接触到上层建筑 但是他的说明方式是什么呢 说明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说上层建筑的 只是一个被认证的对象 他最主要的是考察 这个经济的内部结构 比方说考察了我们前面讲的 生产力生产关系 是吧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他们和分工的关系是什么样 那么所有这些考察什么 可以说马克思恒格斯对这个经济的 这样一个结构 经济基础的这样一个结构 做了一个很充分的研究 但是对于上层建筑的结构 如果我们说上层建筑的结构呢 他是没有做一个很充分的研究的 就是说直至说了 经济基础你这个意识形态 是由上层建筑决定的 那么上层建筑的结构是什么样的呢 上层建筑有没有它的相对独立性呢 那么这样一个问题 马克思恒格斯并没有完全的 就是没有展开来认述 那么到了晚年 也就是七十年代以后 七十年代特别是八十年代以后 这个资本主义社会 开始向垄断阶级过渡 开始向垄断阶级过渡 那么这个时候啊 就说明什么呢 资产阶级 随着这个资产阶级 在这个经济上的这个胜利 那么他们逐渐呢 开始建立自己的国家形式 开始建立自己国家形式 那么过渡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 这个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和上层建筑啊 就发生了一个结构性的变化 如果以前是不适合的话 那么是一个完全要推翻的 这样一个国家集市的话 那么现在的资产阶级 刚好需要了什么 需要一种新的国家 来保护它的这样一个经济 那么这样的上层建筑的问题啊 就呈现出来了 就呈现出来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这个资产阶级学者呢 就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歪曲为这个经济决定论 就是你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啊 只讲经济决定论 把经济看作是唯一的因素 而没有简单的 没有看到啊 上层建筑的这样一个轮动作用 所以你在这个理论里 可以说是一个空缺点 是一个空缺点 那么有的这个 呃一些青年的马克思主义者呢 也是这样来理解这个 马克思的经济决定 马克思的这个学说 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啊 歪曲为经济决定论 并且把它简单的运用到 这个革命论当中 那么这样就是对 一个方面呢 是资本主义的发展 对马克思 欧格思所创立的威武史观呢 提出了一个理论上的挑战 提出了一个理论上的挑战 就是要求你说明这个国家 作为国家和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啊 它的这样一个内部结构 和它的这样一个作用的问题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在实践上呢 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呢 它需要一种 这个能够指导它的这样一个理论呢 来进行这样一个 就是说需要一种新的理论 那么正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 欧格思啊 开始对这个上层建筑来进行探讨 所以我们讲的这三个问题 你们看是不是都是对 上层建筑的探讨 一个是对历史发展运动的 这样一个探究 那么这个探究当中呢 我们讲了它要区分 人类史和自然史 一个是核理论 还有一个是 恶视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 那么这个这三个问题呢 实际上都涉及到什么 历史运动当中的人的问题 而不是仅仅讲历史运动当中的 经济是如何发展的问题 而是讲的历史运动当中 能具有什么地位 能具有什么地位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它讲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 相互作用的关系问题 相互作用的关系问题 最后呢 就是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 所以我们把这个如果搞清楚了以后 那么我们就可以啊 看到恩格斯他的贡献啊 究竟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提出这些问题来 和他们早期的思想相比 是一个贡献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啊 恩格斯怎么分析这些问题的 就是在这个神圣家族当中啊 实际上恩格斯啊 就已经提出来 人是历史的主体的观点 恩这个我们前面讲了的 他说呢 他说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 自己的目的的工具 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 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那么也就是说历史啊 历史当中人的这样一个作用问题 人究竟是目的还是一个工具 还是一个工具 把这个人当作自己目的的工具 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 是什么 是强调啊 这个这个人啊 在这个历史当中是为不足道的 为不足道的 而历史的规律呢 本身啊 就是说脱离人的这样一个规律 是为主的 那么恩格斯所说的 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刚好强调历史的 历史呢 它的主体啊 是人而不是规律 而不是规律 所以这就把这个历史的主体 历史是人的活动 这样一个观点啊 提出来了 那么既然如此 那么能不能要揭示 要研究这个历史发展的动力呢 就必须要研究人的活动 就是你要说明 人的活动和规律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样的 就是说你不能仅仅讲这个规律 包括这个经济的规律 你同时要讲 这个人和规律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所以正是在这个情况下呢 恩格斯就分析了 就是要认证这个前提的时候 首先就分析了 人类史和自然史之间的区别 人类史和自然史区别 为什么讲历史一定要讲人 因为人类史和自然史是不同的 所以恩格斯就说 社会发展史有一点是和自然史根本不同的 就说在自然界当中 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 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 而一般规律就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 在所发生的任何事件中 无论是在表面上看得出来的 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 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 规律性的最终结果当中 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 相反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 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和平激情行动的 追求某种目的的人 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 没有预期的目的的 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 尤其是对各个时代和各个事件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 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 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 那么这个地方恩格斯就明确地提出了 人的活动的参与 是自然史和人类史的一个根本区别 就是说在自然史里面 它的这个规律里面是不包含人的因素的 自然史的发展它是不包含人的因素的 所以它是全能够说它全是没有意识的一种盲目的这样一个动力 盲目的这样一个动力 所以这个规律就表现在这种盲目的这样一个动力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但是呢 历史的规律啊 它是不同的 历史的规律是有人参与的 有人参与的 就是说它同时要体现人的意志的 体现人的意志的 所以呢 这个那么根据这样一个就是说 它包含了人的活动的目的和动机 那么既然历史的规律啊 包含了人的目的和动机 那么你就要探究人的活动的目的 探究人的活动目的背后的动机 也就要说明人的活动的目的 人的或者说有目的的活动的人和规律是怎么关系 究竟是什么关系 它们它是怎么对这个规律起作用的 这样一个正是基于这一点呢 所以应该是提出来一个合理论 提出来合理论 那么所谓合理论呢 就是从无数个人的意志活动的相互冲突的关系当中 说明人的活动与历史规律之间的关系 就是说这个考察人啊 就是说考察历史规律啊 它是怎么考察的 就是说你不能完全把人抛开 你要从无数个人的意志活动的相互冲突当中 它相互冲突的关系当中啊 来说明人的活动和历史规律的关系 那么这样就考察了 无数个人的意志活动的冲突关系问题 冲突关系问题 所以在这样呢 恩克斯就提出来了 他说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 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 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 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 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 由时就产生出来一个合力及历史的结果 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不自觉的和不自主的起作用的力量的产物 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 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 所以达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个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进行 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 但是各个人的意志 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 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 而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 然而从这一个事实当中绝不应作出结论 这些意志等于零 相反的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 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看 我们把这一段分析一下 就是这是马克思对合力论的一个比较快速的这样一个 也是比较完整的一个说明 那么在这个说明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表达了两个意思 两个意思 第一个呢 他强调历史是人们创造的 但是历史的规律啊 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就是任何事变的结果都是一个整体的 不自觉的不自主的起作用的力量造成的 所以呢 他就说这个历史啊 这个这个呃 在这样看呢 就是说呃 这个历史啊 他也是 即使是人类的历史 他也是有一种规律的 他不是为某一个人的意志 就是说这个历史的客观性相对于什么呢 他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从这一点来讲 他是客观的 那么第二个观点呢 应该是就表述了 就是说人的意志对历史的发展是起极其作用的 就是说虽然这个历史的结果 历史的结果啊 他是一个客观的 不以某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但是呢 不能说人的意志在其中不起作用 刚好这个规律啊 所反映的是什么 是人的各种意志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总和最后的一个出现的一个 就是说这出现的一个结果 既不符合这个人的愿望 可能在这个前面 每个人都为着自己的利益啊 发生冲突 但是这个最后出现的结果呢 呃 他总是要达到一种社会的平衡 总是要达到社会平衡 那么这个平衡的结果呢 是既不按你的意志 也不按我的意志 然后出现了这个第三者 然后就是说按一个 另外的一种意志合起来 所以你看到 好像每个人都不是很满意 但是每个人的利益呢 又在这个当中 得到体现 得到体现 所以这个不能说能的规律啊 能的历史规律啊 呃 原来我们说 那是无能为力的啊 能是无能为力的 是不 不是被创造出来的 自然的规律 那不是被创造出来的 呃 但是能的规律啊 还真是能创造出来的 还真是能创造 如果没有这个能的 这样一个冲突的话 哪来的历史规律 历史规律是怎么发展的 所以实际上这个历史 我们说人类文明社会 从这个原始社会 然后到现代社会的 这样一个进步 由这个古代社会 到现代社会的 这样一个发展 呃 由这个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 到资本主义社会 到这个社会主义社会 这样一个文明形态的更替 我们说都是什么 实际上都是在人们的活动 在人们的斗争 包括这个阶级斗争当中啊 产生出来的 所以那个列宁呢 后来这个 呃 在批评这个 呃 这个经济决定认的时候啊 他就是 他就是讲的 讲的就是很好 就是说实际上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的 这样一个发展呢 他刚好是各种阶级 冲突的这样一个结果 冲突的结果 所以要看到每个人的意志啊 在这个里面呢 他都是起作用的 都是起作用的 所以社会规律呢 他实际上是主观因素 和客观因素的一个统一 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统一 如果没有这个主观因素 那么你这个社会历史 他的动力在什么地方 他的动力在什么地方 所以这个经济决定认呢 对马克思的一个误解 就是马克思主义 历史观的一个误解就是什么 他以为这个规律啊 是和人无关的 所以他就会走向宿命认 那么人在这个规律面前 在对待历史面前呢 他是无人为力的 他是无人为力的 而恩格斯的这样一个认述啊 恩格斯认述刚好强调 人在历史规律面前呢 他是有所作为的 他是有所作为的 因为这个历史的规律啊 根本上呢是由人创造的 由人创造的 这一点我们又回到这个 马克思维吾史观的 这样一个起点上 我们在前面讲呢 这个维吾史观的这个产生呢 他受到了维科的影响 受到维科的影响 我们是不是讲过的啊 一开始就你们看一看 这个前面的笔记 我们讲过了 除了这个受政治经济学啊 工业发展的影响 受黑格尔的这个 受这个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 那么还有一个呢 受历史哲学啊 历史学的影响 那么其中呢 维科的思想 对马克思的这个思想 产生了很重大的影响 产生了重大影响 马克思在这个 《资本论》里面呢 就讲 他说这个 能不能呢 研究了这个达尔文 由达尔文 达尔文研究了一个 这个人类的这样一个 进化史啊 那么为什么这个 而这个维科的 揭示了人类的这个公义史 那么我们为什么 不能写出这样一本 公义史来 这个公义史呢 这个 他的这个 当时用的这个 就是和他相应的 这个英文名字 Technology 我们说了 Technology 它是一个技术 实际上就是说 作为一个公义史 实际上是讲了什么 能自己创造的 就是说一种艺术 就是说自己创造历史 所以维科的表述呢 就是说 人们只能认识 人们自己创造的历史 就是说只有这样一个 你认识才是真实的 你讲的这个自然界 人对自然界的认识 自然界在这个 近代哲学当中 它是由上帝创造的 所以我们不可能得到 关于这个自然的 完满的这样一个知识 但是我们可以得到 我们自己所创造的 世界的这样一个 完满的知识 就是说我们可以自己 认识我们自己的 这样一个历史 因为这个历史 是我们自己创造的 是我们创造的 那么这样一个思想 在马克思的思想当中 在马克思维吾史官 马克思把它吸收到自己 维吾史官的时候 实际上就在维吾史官当中 已经强调了 这个能在当中的 这样一个作用 强调这个历史的规律 是我们能自己创造的 维科讲的这个规律 是一个民政的社会 讲的是一个 也就是说 政治的这样一个社会 从这个政治公民社会的 这个层面上讲 而马克思讲的是 这个经济的这样一个发展 所以在马克思的这个维吾史官里面 实际上已经拥含了 这样一个因素 但是这样一个因素 往往被人们 认为了这个经济 是一个盲目的 这样一个活动 被他这个所遮蔽了 这个思想 那么恩格斯呢 可以说在这个地方 明确地把人的意志的问题 人的意志问题 所提出来了 就是在历史当中 所以他反复强调 在这个历史当中 各个人的意志 虽然都不能完全的实现 但是呢 也不能说这些意志等于零 也不能说它等于零 应该每一个人的意志 都融合到这个总的合理当中去了 就是说你这个最后结果 还是在某种程度上 反映了你的这个意志的作用 体现了你这个意志的作用 所以这样一个 他说的这个合理啊 历史的合理呢 他既是客观的 说他是客观的 他不依任何一个 某一个人的意志 不会完全的按照某一个人的意志 产生作用 那么同时呢 他又凌结了每一个人的意志活动 所以每个人的意志呢 也都在其中 所以他既是客观的 同时呢 他也是主观的 他也是主观的 这是恩克斯对这个 合理论的这样一个说明